主席 我們行政部門的各位先進 首先謝謝盧秀恩委員 讓本期可以先發言 非常感謝 主席我是不是先請一下沈記長 來林沈記長 沈記長 行政管理這個計畫執行考核 我相信我們決算的部分在考核 審計部隊這方面出很多力 我一直很堅定 很感謝 所以讓我們在很多方面可以來 節省很多的一個 這個力氣 但是你回去這樣寫審計報告 你覺得最有成就感的 一件或是兩件或是三件講一件好不好 這麼久以來你審計報告不斷的這樣糾正 考核 考核之後一定要再回轉過來 我們講這是一個不斷的循環的 feedback過來 又在計畫執行考核 不斷的 那整個行政體系的效能提高 我相信我們大家 身在功門好修行 都是為了這個目的 那你覺得最有成就 則是哪一件 各位委員報告 第一個就是 我們不在審核過程 我們照審計法跟結算法的一個重點 來提出審核意見 各機關 那麼大部分都能夠接受 審計部所提的一些 促行他改善的一些事項 那麼這一點我想 這個代表說審計部提出來的意見都公正客觀 能夠得到各界的一個論同 還有在大院的採用 你不用選舉 你不用那麼客氣 最有成就感的 這麼多項 但是金額最大 還是他本身最困難 結果最好處理 今天所處理的這個報告裡面 經濟部所屬的那麼多 已經結結束營業的那麼多公司 到現在都還需要任列損失 有的十年有的七年有的八年 這麼多年沒那麼有改觀 你說你有成就感 各位委員報告 稅數我們有這個成就感 以整體來講 在整個中央政府的預算的執行力 那麼經過本部的一個督導 還有各行政機關的努力 像說這個保留市 保留市那麼是主連的降低 從九十七年度到目前為止 每一年都有在降低的情況 你看台灣機械公司 九十年結束營業 中興職業九十年結束營業 柳酸牙九十一年結束營業 台灣農工企業公司 九十一年結束營業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五十六年 民國五十六年 這是民國五十六年 今天是民國一百多年 這個東西還在繼續 請決算清理損失兩百四十五萬 你告訴我你有成就 我本來要問你說 你最大的挫折感是什麼 我想像以前的發股 還現在發股 要破個四行的時候 覺得說 乾脆到整個月沒困 三天 催促都飛去 謝謝 我想這個如果說 以這個 我們審計部覺得很自豪 像說以今天的報告來講 台電公司跟四家民營電廠 來說過電費 因為本部在民國九十六年 我們提出他要修業的意見 台電公司他遲遲沒有來落實 這個案子經過各界來重視能後監察院 提出彈劾症以後 這個案子已經降了九億多了 這個每年可以降九億多了 我相信你有注意到這點是 成就感比較明顯 那麼久 因為我們用多少時間在財政委員會 委員會時間 這麼多的機關 這麼多的大學 這麼多單位 我們大家互相要 以制度來治理這個國家 有時候時間都不夠用 審計部多少時間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要了解說 如果你接了這些審計法 決算法 那不夠的地方 讓你的牙齒不夠的時候 你應該要主動提出修法計畫 就講台電 你現在講最有成就感這點 在今天的第十九頁 這件事情包括劉一山委員 簽署員劉一山 他曾經長期擔任行政復秘書長 是行政裡面最高的 我們的公務員文官 我非常尊重 因為他在做副秘書長的時候 我做秘書長都不用操心 我非常尊重的這個原因 就是我一直在這個地方 我這個態度就是這樣 大家都有心要做好啊 大家都很心要做 所以今天有這個經驗 又過了監察院 他提出了這個監察 這個報告嘛 也提出糾正 然後彈劾了四個人 這四位現在彈劾之後呢 後面的後續發展是怎麼樣 這個根據台電公司 跟這個民營電廠積極休業 目前初步得到的一個結論 他們降下來的電價 每年可以省下九億的一個電價 就輸出 好謝謝齁 我相信是這樣 那個審議長 我要說這呢 是要拜託你 如果法有所不足 圖倫不足以為證嘛 圖法不足以自行 你如果說長期來 架你要率領這麼多的 的同仁 用這麼多錢 提出這麼厚這麼厚的審計報告 啊你覺得 法不足 你應該主動提出 因為你的經驗最恐怖 我這樣先給你倒下 好不好 請回座 好謝謝 謝謝 因為台電總經理今天人工庫 我 你做我就不愛 不愛跟你接損齁 但我請經濟部的梁次長 來 經濟部梁次長 還有能源局的歐局長 能源局歐局長齁 你說你就不用啦 你休息 辛苦夠好 再過來請便 李委員長 市長 你是談判專家 剛剛賴事保賴委員講的 那歐局長之前我也注意到 相關的就是剛剛審計長的這個 所謂民營電廠購電 相關的這個資本支出的部分 這個已經在過去一年來之前 講 現在就是除了這個審計報告 然後就再加上這整個的 這個整個社會啊 對很多的浪費 以前我們台灣都 錢錢錢錢錢錢錢 大家就稍微 稍微浪費 不一定要注意 來到這個階段 大家都要支出比較 那麼就這個利率的調整 匯率超過3% 就由台電來負責 這個就是在 我想監察報告我希望 你如果還沒有機會完整看 劉一山委員的監察報告 那在今天的這個審計報告裡面的 第18月第19月 而非常 只有兩月而已 summary 他就是很非常驚訝的一個 揭露 我想那個歐局長是很清楚的 好 那麼這個部分 我們都知道他不合理了 利率變動 利率現在借薪還救 這個是所有經營企業人的 以台電這麼大的一個 幾乎是獨買的一個 一個市場 談判的專家 市長 今天只有9億 這是幾百億的東西 我們就談判9億 而且是每一年都支出 這個部分的調整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 這個是購電合約 在幾年前 我知道合約 不要和我講合約了 合約的時候 今天 賭買的人 以國家的力量 沒有辦法和民營的相關的電廠 來處理重新議約 這個不可思議 國會啊 不過我們重新議約 成功的議約 四家公司都提董事會通過 降低台電 購電的費用 每一年可以節省9.1億 9.1億 你滿足嗎 報告委員 這要看你怎麼比 當時說 這個幾個 這個幾個 這個民營的店長的董事長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我們進一步 還是有主導權 我們全部 換掉了 我們全部 撤換了 四家公司董事長 我們全部 撤換 已經撤換掉了 全部撤換 四家董事會都通過了 那我們在合約期間 總共可以節省150多億 那相關受談合的人 現在後續的這個處置是怎麼樣 有沒有送公務人員 承建委員會 處理 因為這個約是好幾年前定的喔 我們我們可以來檢討一下 歐局長看有沒有什麼進一步的要補充說明的 歐局長 我是 Lavix 了解 謝謝 理委員長 你有 要補充嗎 整體借的部分 就在整個民營這個 這個IPP 這個電腸 這個 氣電公升借的部分 重新醫治的部分 你還以嗎 我想 在 有這麼大的名義的支持 包括在 七天公升的部分 我們也把那個 做一個更合理的一個調整 所以現在一年 預估差不多30億左右 這個是在氣電公升的部分 那另外在IPP的部分就陳魯剛梁市長的一個報告 等於說該有的一個這四家公司的代表 以及該有的那個匯率的一個調整都有按照這樣的規定來講 我想這是有初步的成果啦 我個人是還沒辦法 因為這個很明顯 那個氣墊公司的價格是加上了38.69% IPP是多了31.55% 這個都對人民來講沒有辦法接受 我講這是一個賭買 民間市場在做行李賭買和賭賣 他本來就佔有市場力量 再加上民意的支持再加上國家的力量 加工沒辦法處理 不可思議 這是我們來的輔助 好謝謝兩位請回座 這個主席我是不是能夠請一下農委會那個陳副主委 農委會副主委陳副主委 負責齁 剛才那個秀庚的你有稍微說明了 但是對對政家的所在你說希望地方的縣市政府齁 必須要負責三層的產銷失衡的調節經費 農業官就是散官啦 一億就很難找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在說動作都五億十億一百億 農業官要找一億 有時候要求這三者人一千萬就找到皮皮算 所以他才不可能還便宜這三層的費用 因為跟委員報告 在產銷失衡的部分 其實在幾年前 就是中央跟地方大家共同負責 尤其在像在雲林特產的部分 我們就要求 當時就要求雲林要有三層配額款 當時也有這種這種措施 那現在這一次來是要把這個 整個更一個制度化來處理 我想這個如果他也有困難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來來討論 我想農業所長在旁邊 我想因為時間的觀點 就是一個方...沒關係 因為有很多事情幾乎是循環式的 對 劉頂的時間到就劉頂價格下降 金鳥的時間到金鳥下降 價格下降 就這樣啦 我們農委會最多博士 台灣的農業生技 世界第一流 產銷為什麼沒辦法像荷蘭 我就清楚是今天還跟丹麥 丹麥還涉入農業大學 這麼小的國家涉入農業大學 我們這麼富裕的國家 土地農民這麼有趣的一個地方 我們的博士最多 我們的靈力最多 年年一年復一年的重複循環 這就問題 拿出一個辦法 好嗎 因為時間的觀點 我來農委會請教 謝謝 我來農委會專門請教 好謝謝 謝謝李委員 還有副主委謝謝 來我們接下來